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正理的节目 这一节继续讲一些与香港有关的新闻 讲杜琪峰导演,我觉得讲得相当精彩 大家可能在一天之前,已经看过关于他的一些说法 不知道,我也希望播到他的录音给大家听 帕林影展,杜琪峰就说电影的极权之下首当其军 究竟他讲了些什么呢? 我希望大家论真一点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人都默默地做很多东西 他们不想去冲着这个共产党的红线来做 但是有些东西已经希望将真话讲出来 是不是真的没有空间讲真话呢?不是 起码我很多谢杜琪峰导演,都继续这样做 他承受很多样的压力,甚至没有勇气 未必有人施压给他,未必有人跟他讲一些坏话 但是他知道,他面对的有很多 但我就很多谢他 是不是?我看他的电影 接触多些这样的东西 令大家能够刺激大家的一些想法 第七十三届柏林影展,在星期四十六日揭幕 香港知名的导演杜琪峰先生 以评审身份亮相,并出席记者会 杜琪峰回答其中一条问题的时候提及 电影与极权和自由 说当极权使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 电影往往首当其冲 独裁者通常对付的一定是电影 更加提到觉得香港 No sorry,我是想全球的 争取自由的国家和人民 他们都要支持电影 因为他们跟你发声的 其他评审常补充他们的看法 其中美国选角指导 Francine Meister表示 他认为导演都对电影与电影有信念 而美国业界也积极令观众重返电影 曾经参演吸血新世纪系列的影声 基斯顿史超域 Kristen Stewart接触发言 承认制作电影不容易 成本不非 但我相信我们都很强烈 很坚定地要创造一些东西 人可以不断地重新享用电影 我认为有些事情是重要的 无法否认的 永远不会流逝的 杜琪峰继续再补充 就是说 我觉得电影不是用钱去衡量的 我自己拍过几部电影 不多过200万港元的电影 而我觉得我拍得很开心和很舒服 我想最重要电影都是讲 那个passion 热情和vision 你的眼界 你的视野 要有热情 也要有眼界 如果没有了passion和vision 根本所有艺术家都做不到自己应该做的事 不管你是哪个给100亿 我给你 你是没有 你就是没有 你有 你就是有 说得很重要 vision 和passion 这个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说 我觉得电影是永远在前锋 在前面 当如果有极权的时候 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 电影通常是首当其冲 在很多地方都是 一定是停了你的文化 电影是文化直接进入观众里面 观众里面 所以 独裁者通常对付的一定是电影 所以说得很容易正词 这句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三百 很好的词 我想杜奇峰先生 杜奇峰导演可以做得这么好 我觉得很难得 我听他说什么 是永远在前锋 在前面 当如果有极权的时候 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 电影通常是首当其冲 在很多地方都是 不定是停了你的文化 电影的文化直接进入观众里面 所以独裁者通常对付的一定是电影 我觉得香港 不,sorry 我觉得全球的 争取自由的国家和人民 他们都要支持电影 因为它是跟你发声的 OK 很清晰 所以是要多谢他的一番说话 是相当令人鼓舞 我希望他的说话 亦都是 親分人深 很少 香港电影人 亦都有一些好像败类 电视人、电影人 有这个曾志偉 Alek 这些垃圾 但亦都有一些真正 好像杜奇峰、杜异 这些真是 很勇敢 即是知道什么叫做创意 什么的自由 什么的人格 什么的尊严 什么叫做vision 什么叫做passion 是不是 今时今日 拿票房很高的 譬如王子华 他做饭喜功心也好 毒舌大壮也好 很精彩 里面有馅 有些是隐喻 我不可以在一个地方 逐个隐喻 给你揭曬出来看的 这些是没有看电影的乐趣 所以大家看电影 饭喜功心也好 是不是 毒舌大壮也好 这些是很好的电影 为什么那些人会将这个票房 谷到这么高 就是这个原因 你问我呢 我宁愿看这两部电影 都不会看顾天乐那部电影了 OK 因为我觉得对那些没什么兴趣 我不是说他拍得很差 我不跟你去分析这些东西 可能那些有他一定有好处 但是没有什么大的 inclination 很多的 现在那套明日战记下 基本上在这个 网络上免费看翻版的 但是我没有什么兴趣看 我看其他更好 就是我觉得 没有必要去看这套 这样的东西 OK 不是不鼓励翻不翻版的问题 我当然不是鼓励翻版的 但是我只是说 我就算你翻版免费给我看 我都不想看 我会花点时间去看 这些真的我觉得值得看的电影 人的时间很宝贵 我每天在做节目 出去做任何东西 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 每个电影都看完 我选择来看 OK 那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精神 这个是重要的 好了 除了这件事之外 也有一些消息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跟香港都直接有关系 我看很多的新闻 都会讲到 有两单新闻 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 都跟香港有关 第一单新闻就是说 美国参议员要求 关闭香港经贸版 应用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了中共喉事之地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 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员 例如Senators 日前同身提出法案 是跨党牌的 要求关闭中国共产党控制的 香港驻美国经贸办事处 在台湾的香港驻台湾的经贸办事处 已经关闭 已经自己收档 那香港驻美国的经贸办事处 是不是都应该收档呢 那很多香港人就说 没有这件事 很多认证 就很麻烦 但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来说 它一定要关闭 形容这个地方 已经成为中共喉舌之地 即是它的喉舌 所以我极支持关闭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努比奥、Marco Rubio 和民主党籍的参议员 Jeff Merkley 再次提出 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 香港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HKETO Certification Act 以重新评估香港失去自治地位之后 美国对这个机构的承认 综合Marco Rubio 和Jeff Merkley 即是共和党 民主党这两位参议员的说法 以及声明 就说 香港驻美经贸办 目前在美国享有多项的外交特权 Diplomatic Immunities 但是当时被授予这些特权的前提 是香港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威权控制 但北京2020年 在香港实施严厉的港版国安法之后 一切已改变 根据有份推出香港人权民主法 香港HK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的颁布之后 美国不再承认香港的自治地位 之后在Trump的2020年的时候 亦都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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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通过了香港自治法 那你就看到 当时是跨党派的共识 亦都是参议院和总议院的共识 这两位亦都在声明里说 香港由一个开放的社会 转变为北京专政控制之下的 另一个中国城市 而香港驻美经贸版 仍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舍 用来掩盖和模糊 它长期侵犯香港人权 和其他北京视为威胁团体 和人事权利的事实 建议将香港经贸版 在美国铲除 有关法案 和Marco Rubio 在去年12月提出的内容相同 但当时在国会会议结束之前 未能完成投票 所以今次法案一旦 获得参议量院通过 美国政府就要在30日之后决定 是否继续被香港经贸版特权地位 如果决定不延续 香港经贸版就已6个月内撤出美国 过去多个人权组织 包括英国民间组织Hong Kong Watch 和在美国的港人组织 香港民主委员会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去年底也揭露香港驻美经贸版 成为中共的大外宣工具 不单止洗白它打压人权的罪行 更惑议涉及收集香港民主人士资料 要求美国政府关闭香港驻美经贸版 那我觉得这件事是值得关闭 快点关 不要等 快点做 密点做 好好做 这件事是重要的 去到今时今日 我们评论这件事是两点 一 就是港美断交 就是等于将香港驻美的大使馆 可以这么说 它的经贸版 因为香港不是一个国家 产场 那就是说 是不是中美断交 就是中共和美国建交的 断交的一个前哨战 是有这样的作用 所以我们想起来 这个不是经贸版很简单 就是等于港美断交 绝交 第二件事你要看到的就是 这一个这样的经贸版 根本就是一个情报机构 它根本在收集着很多香港人 在美国的香港一些activists 一些运动者 或者一些手足 甚至香港人 移民难民都所有人的资料 会整 它基本上去给中国 所以这个是一个情报间谍特务机构 这个已经不是所谓的中共代理人这么简单 也应该要铲除 OK 第三 这个跨党派共识 已经不是 lobbing的问题 而是跨党派共识 第四 讲到四点 第四点 就是说 今时今日这个议案 上一次因为会期到 一两年一次的这个众议院 那参议中议院通过了 参议院又怎样 参议院都要通过的嘛 参议院 上届未通过 所以排了 排优先次序 当然了 你就要看回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现在参议院是民主党掌控的了 它怎样去排定这个优先次序 哪个法案是审先审后 上一次会期到了 未审到的那些 就丢掉了 所以今次要重新提一次 OK 重新提一次 今个会期是否审得到呢 不知道 谁知道 那你如果牙力够大 就可以先把它排线 打尖 所以会不会真的审得到 审得到才能通过 审不了 又窩荷的了 又下一届 那会不会再下一届 也不知道 所以我很希望很多的组织 就现在就是说 快了 将这个摆在 优先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这个地方 职目以待 究竟怎样了 那今次在会期一开始 提出来呢 相对来说 几乎是变大了 这点可以肯定 OK 那另外有个消息就是说 有个国际调解院的物体呢 就是香港成立筹备办公室 那么 那就是自然的《智能台》 就专门找我来做评论 那我都可以简单说一说 我的看法 这个中国和多个国家 共同发起建立一个国际调解院 是杂猪头的杰作 杰太太杰 多个国家 不是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不是这些 是什么呢 印尼 巴基斯坦 老国 柬埔寨 高棉 和那些垃圾国家 譬如什么 蘇丹 那些垃圾 共同发起一个叫做国际调解院 这些国际调解院 都是一带一路国家 北京又说低端人口 我称之为低端国家 低端国家 就是流氓国家 失败国家 专制国家 独裁国家 贪腐国家 低端国家 发展中国家 简单来说低端国家 一起揽炒 建立一个国际调解院合约 事源当时 苏丹和埃塞河比亚 关于一些基建 有些争议 中国加入其中 就帮苏丹 于是就搞一个国际调解院 就觉得有助于 中国建立和阿非拉 有关于 这些这样的 中国的控制板块 的一个 调解机制 那他在星期四 16日 香港成立筹备办公室 目的是以调解方式 解决国际争端 港府就说 这个对香港作为国际法律 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 长远发展极为重要的 那我呢 就怎样看呢 那我先讲 就是报道 怎样quote我的东西 那我觉得OK的 我记得印尼 巴基斯坦 鲜埔寨 塑尔维亚 白罗斯 苏丹 阿尔及利亚 吉布提 这些什么国家来的 流氓国家是什么 吉布提支持俄罗斯 打乌克兰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 是什么自己想 苏丹 苏丹 是什么地方 白罗斯 蔡尔维亚 亲共亲到爆 今天柬埔寨 辽国 巴基斯坦 全部这些都是共产党的走狗 印尼真的很失望 这些全部都是共产党的走狗 印度也没有 新加坡也没有 都没有 菲律宾也没有 不要说韩国 也没有北韩 金正不跟你玩 不跟你瘋 OK 这个叫做去年2022年的 和多个国家签署 关于建立国际条件院的联合声明 那我现在一部介绍就是这些国家 一带一路的国家 OK 那香港做一个筹备办公室 所谓何事呢 哦 那一堆人啊 什么张国坤啊 什么什么 林定国家出来 就说 嘿 我来这个地方呢 就用香港的法律人士 专门有助于 就是中国在香港 这个建立国际条件院 和中国既然这么信任的地方 全中国就在香港 这个中国其中一个城市 成立这个筹备办公室 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是不是very good 我将个结论告诉大家 国际条件和民主国家推行的 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大商敬庭 以香港成立国际条件院 无助于香港司法地位反而贬选 第一 这个所谓的 所有的这些这样的调解 都是一些流民国家的东西 你变成是专制独裁国家 或者将他们的集团性 他们的camp 他们的block 而你帮它送作堆 而将它贴你自己 热面贴上蓝屁股 贴到屎里面 香港就变成这样的level的一个城市 第二 什么叫调解 比如人与人之间 Dispute Dispute Resolve Dispute Resolution 争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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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在这个 通常的情况之下 不外乎是 调解 仲裁和诉讼 訴訟就是你的国家里面 法庭里面打官司 这个是訴訟 仲裁就是去仲裁的 这个仲裁庭 Arbitral Tribunal 里面去打这个仲裁的一些 言辞辩论 或者书面审理 所以有一个仲裁的判断 就是Arbitral Judgment 或者Arbitral Award 你用这个Award 不是上行 而是一个判断 你用这个判断 你拿这件事直接去到国家里面 如果你参加纽约Convention 你可以去执行 就是等于 你在香港的HKIAC 就是国际仲裁中心 得到的一个仲裁的判断 就是仲裁的决定 你就可以拿这个决定 就去 由New York Convention 簽署的国家 就可以 获得承认 以及 即刻 强制执行 不需要一个国家里面 再打官司 再作争议 这个案件的 不需要的 OK 这个就是仲裁 两个都是以法律为基础 以规则为本 以事实为准成 一种做法 基本上是这样 调解是什么呢 即是说 哎呀 这个 你觉得呢 他欠你一百万 然后他就说 没有欠你一百万 不如这样吧 大家让人让一步 你让五十万 他让五十万 可以 五十万 即是老仲年 调解分析 没有原则的 还有人 各打五十大板 你让五十五十 那谁呢 我做了这么多 我起码到七十三十 于是咬数 咬数之后呢 有个人是调解 专门有能力 调解能力的人呢 就可以做老仲年 即是基本上呢 平息这些纷争 那这个调解 调解的重点在哪里 不是讲法律 调解从来不讲法律 是讲什么 power money OK 还有调解人的那种 先入为主 他本身的power and money 钱与权 你没有这些东西 你讲道理 如果你要讲道理 你就是中裁 訴訟 但你不是 你在调解里讲道理 这个调解员 调解员是调理 这个不是龙毛 是调理大家的这个 钱 以及权 这种根本不是以规则为本的东西 而用香港这样做 就是整丑香港 这个和民主国家推行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大商敬庭 而香港成立国际调解院 无助于提升香港司法地位 分而贬选的 这个欠缺法律司法背书 用香港的司法人才处理的问题更加可笑 调解人才和司法人员是两回事 很多香港岛 non-lawyers 我认识一些朋友 他们做mediators certified mediators 他们不需要读法律的 调解人才和司法人员是完全两件事 为什么你说会tap onto 香港的司法人员 我觉得莫名其妙 调解等于用政治的利益和权力 去作为支撑 而不是要以规则为本的国际规则 香港的司法人员是讲规则的 现在你用香港司法人员作为房子 去做一些以权力和利益为本的调解事务 完全牛头不搭马嘴 两件事本质完全不同 在自由民主国家来看 不认为会将香港司法人员提高 而捐入了船窝或者黑洞里面 这些就是说呢 是相当可怕的事 OK 就是我所说的 这个完全不知所谓 最不知所谓的这一点 他将这个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 你知不知道放在哪里 要替香港人眼眉 就放在宗审法院 什么宗审法院 不是现在宗审法院 是旧宗审法院 旧宗审法院在哪里 你在这个 汇丰 后面的山道 没有一条斜路 一上去没来 那个地方就是宗审法院 前宗审法院 现在宗审法院搬到前立法局大楼那里 那么宗审法院以前 刺出来那个东西 那个古迹 没有人用 就替你英国殖民时期的建筑 眼眉 替宗审法院的眼眉 就是说 我将这个 帮一带一路低端国家的 国际调解 和法律无关的 国际调解院 国际封人院 放在这个 前宗审法院的位置里面 替香港的眼眉 很悲哀的 很悲哀的 没法啦 就是 我只是说 香港真的很惨 就是被人 鱼奸一样 我只是说 大家起码 世事到明家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 你搞清楚这件事 世事动明 不是搞人情 是世事动明 家学问 起码大家 世事动明这件事 不要 给一些假的消息 去影响到大家 你知道什麽是真 什麽是假 善与恶是非 对错 黑白 清清楚楚 有些我们改变不了 但是不要改变你 对于这些事情的坚持 我常常都说 我在那边分析这件事很简单 但是香港的人 好像活在缺氧的状态里面 天天担心很多事情 我只希望大家 都平安 但是希望 只要给大家鼓励 但更重要 就是你们要坚持 不是坚持抗争 不是抗争 是坚持你对于这些信念 信念藏于心内 重要 希望大家 努力 加油 在这些信念 是坚持你 是坚持你 的坚持有 好